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本节课呢,我们来学习DNS详解 那么DNS呢,算是互联网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服务了 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就来了解这一个很重要的服务 它是什么,以及它完成了什么样的工作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了解DNS是什么 那么DNS呢,它其实是这个Domain Name System的缩写DNS 它的中文名字呢,叫做域名系统 这里面呢,需要注意的是,域和名呢,是分开的 域就是这个Domain,名呢,就是这个Name 那么对于这个域呢,其实就对应着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这个网络段 或者说这个AS,自制域 那么这个呢,是属于域的这个概念 那么什么是名呢? 名指的就是某一个IP 它对应的名字是什么? 那么名字对于IP来说呢,就好像这个名字对人来说 每一个人呢,都有特定的名字 那么这里面的名字呢,其实也是类似的意思 那么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域名系统呢,这里面的域 对应着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这个网络 而名呢,对应的是这个名字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 这个域名系统,它是由什么样的出发点所产生的呢? 或者说这个域名系统,它解决了什么问题 那么在前面呢,通过这个传输层的学习 我们知道由IP地址和这个端口呢,我们可以唯一的去指定某一个机器的具体的进程 那么这里面呢,对于网络来说呢 每一个网络进程呢,可能就是一个服务 那么可能是这个web服务,对吧?网站 那么它也有可能是这个网络存储服务 还有可能呢,是这个远程调用服务 还有这个邮件服务,等等的一些服务 那么这些服务呢,都是由这个网络进程所组成的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假如说我们需要请求某一种服务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通过这个IP和端口去指定的 也就是说,你提供给我一个IP和端口 然后呢,我通过这个IP和端口呢 我就可以请求到你所提供的这个服务 那么这个呢,逻辑上是没问题的 问题就在于,如果说我这个计算机需要完成很多复杂的功能 那么我怎么记住这么多的IP和这么多的端口呢 那么这个呢,就是DNS的一个出发点 它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假如说这个web服务是这样子的一个地址 它是14.215.177.3980端口,对吧? 然后呢,我又假设这个网络存储服务呢 是这样子的一个IP和端口 或者说这样子的一个IP和端口 那么对人来说呢,记住一个IP和端口都已经是很难的事情了 因为对于这个箍照的点分实经质呢 是没有任何的结构或者说没有任何的逻辑可言的 因此呢,记忆这些内容是非常复杂的 更不用说记忆多个这样子的IP和端口了 因此呢,这个域名系统就诞生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DNS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了 它通过把这个没有规则的点分实经质的IP 转化成人类容易理解的一些域名 因此呢,我们通常都使用这个域名去帮助这个记忆 那么域名呢,是由这个DNS服务所提供的 一般来说呢,我们通过这个域名 经过这个DNS服务呢 我们就可以映射出这个域名本来的IP地址 那么因为呢,我们在网络中传输我们的访问 还是使用IP地址的 但是呢,我们记忆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记忆这个域名 然后如果说我们需要请求某一个服务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我们容易记住的域名 请求这个DNS服务 然后呢,获得这个IP地址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IP地址去访问对应的服务 那么这个就是DNS所提供的一个服务 那么对于这个域名呢 相信很多同学都并不陌生,对吧 比如说我们的百度.com 淘宝.com QQ.com 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域名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学习了本节课呢 我们就知道,域名的背后呢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DNS服务的 而我们平时在请求这个百度.com的时候呢 它其实会先请求这个DNS服务 然后呢,把这个域名对应的IP地址给取出来 然后再进行这个网络的访问 那么接下来我们对这个域名进行一个简单的学习 那么首先呢,域名它是由点字母和数字组成的 那么这里面的字母呢,它其实是不分大小写的 那么点呢,分割着不同的域 而域呢,可以分为这个顶级域,二级域和三级域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3w.淘宝.com这个地址呢 那么这个地址呢,主要是由这个字母和点所组成的 这里面呢,有点可以分割成三个域 分别是com这个顶级域 然后呢,淘宝这个呢,是二级域 3w呢,表示的是三级域 那么这个呢,就是由点分割的不同的域 那么其实除了这个三级域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在前面再继续点和分割四级域,五级域 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我们对于一般的域名来说呢 一般呢,都是把它分割成三级域就可以了 那么其实对于顶级域呢 它其实是国际通用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对这个顶级域 以及二级域呢,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么首先呢,对于顶级域 它可以分成两个类别 分别有这个国家的这个类别 以及这个通用的类别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国家的 那么对于国家呢 不同的国家的顶级域都不一样的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CN的这个顶级域呢 它代表的就是中国 而UK呢,代表的就是英国 还有这里面的US呢 代表的就是USA,也就是美国了 还有这里面的CA 那么CA呢,代表的是加拿大,Canada 这里面呢,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这个顶级域 同学们呢,还可以进行搜索 了解更多的国家的顶级域 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这里面呢,也有这个通用的这一个类别 那么通用的呢,就有这个.com, .net, GOV,还有ORG 那么.com呢,一般是指这个公司,company 那么.net呢,一般是指这个网络服务机构 GOV呢,一般是government,也就是这个政府机构 ORG呢,一般是这个组织的这个顶级域 那么如果有些同学在自己申请这个域名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都会使用这个CN,以代表说这是一个中国的域名 或者说是使用.com,来代表它是某一个公司 那么现在呢,我们都可以在这个阿里云,腾讯云或者是百度云呢,申请关于自己的一个域名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这个.com 二级域 那么对于二级域呢,相信很多同学都可以想到很多这个二级域 这里面呢,我有举一些例子,以增进同学们对这个二级域的理解 那么阿里云呢,就是一个二级域 同时还有这个亚马逊,对吧 QQ,那么这个是腾讯的 淘宝,那么这个是这个淘宝这个平台的 百度,对吧 谷歌 Facebook 阿里巴巴等等的这些呢,都是属于二级域 那么对于二级域的前面呢,通常都是有这个.com的这个顶级域 或者说这个UK,代表不同的国家 那么由这个二级域和顶级域呢,我们就可以组成一个比较完美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亚马逊.cn呢,表示说它是一个中国的亚马逊网站 再比如说这个google.com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谷歌的公司 百度.com呢,它是这个百度的公司 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这个二级域呢,多个二级域都可以使用同一个顶级域 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那么这个域名呢,可以组织成为一个 由上往下的一棵树 在这个树的顶部呢,就是这个顶级域了 包括我们刚才所介绍的.com,us.net,org,cn等等的呢 都是属于这个树的根部 然后呢,在这个根部下面呢,就是这个二级域 比如说刚才我们所介绍的QQ,淘宝,百度,edu,北京等等呢 都是属于这个二级域 那么在这个二级域下面呢,就是这个三级域了 每一个二级域呢,都可以对应多个三级域 比如说这里面的mail.qq.com呢,指的就是腾讯的邮箱服务 3w.qq.com呢,就是这个腾讯的网站 那么game.qq.com呢,就是这个腾讯游戏了 那么这里面对于这个edu的这个二级域名呢 它其实是这个教育的这个意思 那么对于这个二级域呢,有这个清华.edu.cn呢 那么它是这个清华的官方网站 还有这个PKU的 那么这个呢,是北京大学的教育网站 还有复旦.edu.cn呢 那么这个是,那么这个呢 是复旦大学的教育网站 那么这个呢,就是关于顶级域 二级域和三级域所组成的一个数状结构 那么对于DNS服务呢 我们知道它主要是把这些容易理解的域名 转换成这个IP,然后呢 再进行这个网络的通信 那么这个是DNS服务的主要功能 那么对于这个服务呢 它其实也像我们的网站后台 或者说别的一些服务 它是部署在这个服务器上面的 那么这个服务器呢 我们通常称之为是这个DNS服务器 或者说是这个域名服务器 那么对于这个域名服务器呢 国家或者说不同的机构都会提供很多的这个域名服务 虽然说这个域名服务主要有一些机构 或者是由国家所提供 那么其实呢 个人呢也是可以搭建这个域名服务器的 那么只要你有一个外网的服务器呢 你就可以搭建一个自己的域名服务器 那么这个呢 同学们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自己的去尝试一下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主要是对全球的这个域名服务的组织 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域名啊 它从上往下呢 它呈现的是个塑造的结构 那么其实呢 对于这个域名服务呢 也是类似的 那么在根部的呢 就是这个跟域名服务器 那么这个跟域名服务器呢 它是最高层次的服务器 它是由每个国家去自行维护的 它分布在不同的国家 那么这个跟域名服务器呢 它知道所有这个顶级域名服务器的 这个域名和IP地址 那么这里面呢 二级的话就是这个顶级域名服务器了 那么它主要是由不同的国家 或地区各自维护的 那么它主要是解决这个顶级域名的 一个解析的问题 然后呢 在顶级域名之下呢 就是一些地区的 这些呢 主要是由一些机构 或者说一些公司所维护的 那么关于这样子组织的一个域名服务 它是怎么办工作的呢 这里面我们举一个例子 在这里面我们假设 需要访问3w.bidu.com 对吧 然后呢 它首先会往这个本地的这个域名服务器 进行一个查询 那么如果说这个本地的域名服务器 它知道这个地址对你的IP是什么的话 那么它就直接的返回 那么如果说不知道的话 那么它首先会访问这个根域名服务器 查询这个根域名服务器 告诉我说.com的这个顶级域名 应该查询哪一个顶级域名服务器 那么根域名服务器呢 就会告诉本地域名服务器 说查询某一个顶级域名服务器 然后呢 本地的这个域名服务器呢 又会对这个.com的顶级域名服务器 进行个查询 百度的这个二级域 应该查询哪一个域名服务器 然后呢 这个顶级域名服务器 就会告诉他说 百度的这个二级域名呢 可以查询某一个本地域名服务器 然后这个本地域名服务器 他知道查询哪一个之后呢 他就会往这个另外一个 本地域名服务器进行查询 来返回给这个用户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如果说某一个本地域名服务器 他不知道这个域名的话 那么他首先会访问这个根域名服务器 然后呢 再查询这个顶级域名服务器 然后再查询这个本地域名服务器 从而拿到这个IP 它是一个迭代的过程 好的 那么关于这个DNS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 这里面呢 我们先回顾一下 那么对于本杰克呢 有三个部分的内容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DNS 它存在的意义 那么主要是因为这个IP地址太能记忆了 所以呢才有这个域名的这个概念 然后呢 第二个部分是对域名的一个理解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域名服务器了 那么这三个部分呢 就是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先回顾一下 第二个部分 我们先回顾一下 第二个部分 下定属 呢 再说一顿 全属 一颗 一颗 一颗